以前其實在醫院有負責我們醫院的居家醫療的一個團隊會議 後來到要退休前三年 我是直接自己走到第一線直接去看家裡看 譬如說去他們家就聊聊天 他們看到我很高興,我看到他們很高興 心情就愉快 所以對生理上心理上都有幫忙 有些病人跟我講說 一個別頭問的來看一個別頭問的 因為事實上我們平常的溝通 其實百分之七十是靠會員 百分之三十才是靠直接講話 像你第一次看到我的話 你第一個我都還沒講話 你一定就說這個大概是什麼樣的人 所以有些人說怎麼看醫師看了三分鐘就要得開好 因為他有部分就靠他的經驗 鼻子就是會餵食到膩膩的人 其實他都是大部分都是鼻子有過敏 他一定會有留鼻涕 鼻涕就會感染鼻子 所以常常就挖鼻孔 所以鼻孔都比較大 鼻子過敏 鼻子就稍微會比較朝天 然後鼻子這邊就會很穩 偶爾就講話中間 親喉嚨 因為其實人會睡不著覺 最常見的原因就是心疏 沒人知道 人失眠的時候 常常還有合併很多的不舒服 你的心情不好 當然就比較容易發脾氣 他的心理上睡不著 其實大部分都不是生理上的問題 就要做那一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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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